好,然後等一下我還是回去講動畫 第一個問題是,之前有人問講毛是吧 那個毛的話呢大概是這樣,用XGen 可是我不太喜歡用啦 我這邊呢是Window General Edit裡面的Visor 然後這邊找一個QuadroPad 在...這沒有講義喔,因為這有點雜 Scouting Bassmash,我找一個布偶好了 我有拉嗎? 哇,也太大隻了吧,好,ok 對,然後現在就是長毛這件事情 其實我不是愛用這個,而且我覺得它效能有點差 因為我剛剛只是調到比較合適的量,它就當機了 在Generate裡面有一個XGen Edit 在新的版本這裡有Working Space是XGen專用的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Create New Description 這邊你可以替Description取名字,還有New Collection Name取名字喔 我現在都來得取了,我這邊只選這個第二個選項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有寫,這可以針對什麼使用 Fur毛啊,針對毛來用喔 那創造以後你會看到那個毛長得很鳥喔 很鳥啊對不對,那我們這邊看它的那個Primitive 有Density喔 我其實很害怕,我給它調一調就當機喔 所以Density我可能不調喔 我看它的Mask,然後這邊有什麼Trading Modify OK,這邊有個Length喔 Length的話呢,這邊我可以開始調喔 我先想想看它本來短到一個爆炸 我把它乘以10好了 不能提喔,10 OK,然後這邊Accept 這邊呢我看喔 這裡眼睛有一個驚嘆號 關掉 有沒有看到就長了一大堆 然後呢你爽的話你也可以開始輸 而且它這邊有那個寬度喔 它這邊有個Taper Taper我現在調到1好了 我們再試試看,關掉打開 有沒有發現它根部比較粗 末端比較細 應該看得出來吧 嗯 再來這裡面反正就是一大堆亂七八糟 然後你可以去輸它 像這邊有什麼 一大堆Brush Grooming 有沒有看到 可以Grooming它的Length啊 Width啊 Pose啊 Orient 反正你們現在不是才50%嗎 對不對 這樣就長個毛給老師看就 喔喔喔喔,有毛 對不對,這樣就不錯了 管它的 不用太認真的啊 這邊 對 對啊,你就這樣子 你可以開始輸 有看到嗎 它可以輸它的長度 越輸越長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啦 我是覺得 我不太建議你用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 好醜啊 但是可以給老師看一下 有這個360度可以轉一下 我模型已經長毛了 之類的 但這個算讀真的很久啊 我不是很建議你用 OK嗎 我現在只是大概跟你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你們現在50% 根本有長個毛就了不起了 對啊 好,第二個 這個 大家這個影片到底要怎麼回答 要怎麼貼標題啊 好,隨便隨便 等一下我停掉好了 停掉